您家今年的电费比往年来得高吗 近来国能公司频频被用户指责 征收高昂的电费 随着昨天两名部长级的人马出面 未明发声 事件发酵达到高潮 今年再有传言指 国能公司遵照政府的指示 将调高电费达30% 不过国能公司立即发出声明 言辞否认有关传闻 声明指出 早前在社交媒体流传 自称是国能内部职员发布的讯息并不正确 国能并没有指令调涨电费 而电费涨幅的多寡 向来是由能源委员会决定 并非谣传所指的国能董事局 能源科医环境部部长杨美盈 以及国内贸易及消费事务部部长拿督塞福丁 已经介入调查国能电费高昂的指控 而今天的内阁会议也就此时讨论 截至今天下午6点 已经有多达9万5千名用户在网上联署 抗议电费异常 要求政府出招对付国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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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